我听你分享过 说你的人生 你渐渐学会用减法过人生 因为我觉得 要把心思回到自己的内心 就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因为我看我妈妈这样 你再强的人 你赚再多的钱 你再富有 但是你现在不能动 什么都没有 那我是一个人 我没有结婚 没有生小孩 以后就是我自己 要面对我自己 我听你分享过 说你的人生 你渐渐学会用减法过人生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努力追求事业 然后从来也没有代谢过 然后跟是吃好吃的 然后什么熬夜也没关系 工作量也排满 要把心思回到自己的内心 就是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因为我看我妈妈这样 你再强的人 你赚再多的钱 你再富有 但是你现在不能动 什么都没有 那我是一个人 我没有结婚 没有生小孩 以后就是我自己 要面对我自己 所以我慢慢地用减法 在乌玉上面 在所有的一切 我的路还很远 还很长 我要好好保持自己的体力 跟自己的精气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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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